云里县最近火灾事故频传 但是幸好都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 而这除了是民众对逃生与求生有正确观念之外 消防局更表示 住家安装火灾警报器 不仅能在灾情变得严重之前 紧急逃生或灭火 也可以让消防人员在黄金时间赶到现场 来做后续的处理 而针对县内的弱势族群住户 县府也募集到了 各界善心人士跟团体 所捐赠的火灾警报器 并且提供免费的申请 还有安装的服务 火灾来了最怕的就是 发生在半夜人症熟睡之时 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只剩听觉有反应 因此在家中安装火灾警报器 就是万无一失的救命关键 住宅火灾警报器 能够在各个房间 还是楼梯走道间 能够独立安装 那就是在火灾发生的时候 它能够发出警报声 能够来提醒民众 它有这个黄金的一个逃生时间 它不管是在疏散家人 它是本身自身的引导 还是在初期把这个火事 把它洗灭掉 我想这都是有帮助 警报器侦测到烟雾 就会马上响起 不仅可赶紧将 还在熟睡的人叫醒 在家中放置灭火器 也可紧急出其灭火 争取时间等待消贩人员接手处理 对于灭火器的部分 它也希望各住家能够自行采过 那大概一支大概是一千块左右 也就是在厨房万一发生火警 还是在餐厅 还是在客厅发生火警的话 它可以自行拿灭火器 来将这个火事把它洗灭掉 针对县内独居长者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及身心障碍朋友等弱势族群 县福也募集到许多善心人士 和团体捐赠的火灾警报器 透过各乡镇市村里长 协助免费安装 云林县所有的装置率不到5% 所以我们必须来守护 我们一些弱势的团体 包括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独居者 以及身心障碍的朋友 我们完全免费安装 在火灾来临的时候的话 的机动性都比较弱 所以说有装这个警报器的话 可以让我们多一份安心 很多长辈对这个资讯 真的是一开始都不清楚 那就是也是我们带他去之后 他们才觉得说 哦 这不是来给我们陪 他真的不用钱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消防局也再次呼吁 除了县府针对弱势朋友 安排免费安装外 各乡亲家中也得安装才是安全 只要到各大卖场就买得到 轻松安装就能防灾救命 记者称为云线 三毛不倒 是这里能